她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直到遇见同为李依的她 重燃了对爱情的希望 确认过眼神 她就是她想嫁的人 我跟她已经谈恋爱 也有两年多了 我们曾经就想要像夫妻一样这样的生活 就是少了一个证 在李女士看来 她和男友不是夫妻 胜似夫妻 可就在她为两人的未来描绘着美好蓝图时 她发现了男友一个秘密 李女士难以承受男友的荒唐行为 更让她抓狂的是 和男友藕断丝连的不仅有前女友 还有前前女友 前女友们的轮番上阵 让李女士感觉地位受到了威胁 身心遭受重创 我一心一意地付出 我回报的是什么 这里那里我觉得得到都是欺骗 我都已经崩溃了 太痛苦了 她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笃定的爱情 换来的是男友的伤害 落到一个被分手的结局 我不想走下去 她说 我在一辈子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要你 都会不会和你 分开怎么怎么 明明受伤如此之深的她 又为何抱着过去的承诺不放 她的痴情和眼泪 能够换来男友的回心转意吗 方先生 我怎么感觉你也在利用你旁边的李女士呢 到底你们谁 靠住了谁 究竟这两年来 他们之间经历了怎样的爱恨情仇 有着怎样的牵绊 最后这对恋人是选择让爱重来 还是分道扬镳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条件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豪市首席特约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李女士和方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于这种感情 目前来说我不想走下去 来这里是 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今天是希望 他能够接受你分手的这个结果 对 一个男人如果要分手 都没有正面的跟你说我们分手 你叫我怎么来接受 我也不知道怎么要分手 你今天才知道 他刚刚说出来是想跟你分手 对 如果正面来处理问题 我能接受 前面不也提过的 没有 感情是两个人的开始 应该也是两个人的结束 对吧 我跟他已经谈恋爱 也有两年多了 我们曾经就想要像夫妻一样 这样的生活 就是找了一个证 现在我很纳闷 我没有做出任何事情 所以要跟我分手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能正常地发展下去 我希望是这样 我心里还放不下他 李女士坚持 感情是两个人的开始 也应该是两个人的结束 她一直把这段感情当作婚姻来经营付出 不甘心男友说分就分 她更期待 男友的改变能让恋情刮熟地落 有一个好的结果 眼下一个想继续 一个要分手 两人的隔阂已经很深 他们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李女士提到了一个时间点 给我的感觉真正不好 是去年4月15号开始的 那一天刚好是李女士的生日 她原本想男友陪在身边 可男友却编造了一个谎言 出门了 4月15号是我的生儿 她说那天我有事情 然后要去谈一个什么义务吧 她有个儿子 她的儿子呢 跟她说 她也跟她同学约好了 去看电影 也是那一天 那是我好的 那你把她送过去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她的儿子跟她有冲突 有谋短 结果呢 最后来告诉我阿姨 我告诉你一些事情 你知道你过生日的那一天 是我们去干嘛了吗 我说你不是跟你同学 我说你去看电影了 你爸不是说有事情出去的吗 结果她儿子告诉我 阿姨你太幼稚了 她说那个阿姨 姓王的 她带着她的女儿 她带着她儿子 两个人去看电影 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真的是伤害很大 我要去找她证实了 她给我的答案是 跟我之前跟她是台的 然后两个人分手了 前女友 对 那属于前女友 说是打电话给她说过来玩 然后呢 说去开场电影 她说这样也是很正直 拍了电影以后 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马上一赛场 然后她带着女儿走了 她带着儿子走了 吃灯饭也没有 我当时这样子说 一个前女友开场电影 她带着女儿 你带着儿子 这是正常的 你一别跟我这台 以结婚为前提的 这个我想问一下 方先生 如果儿子不说这个事出来 你也是不会告诉她的 对 不如是告诉他们 肯定也有顾忌 顾忌她的心情 如果说 名字告诉她的话 肯定接受不了 她对这个 我外面接受女性 很顾忌的 那你这种情况 那天是她生日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也是我自己 试错了 她知道错了 我接受不了 我原来跟她 也闹了点摩登 也吵过 这要终 反正我还是妥协了 生日这天 男友竟瞒着她 陪前女友去看电影 当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李女士将遭受当头一棒 心痛不已 只是面对男友的求和 心软的她选择了原谅 然而轻易原谅的结果就是 伤口再次被撕开 她儿子又把她的揭穿 阿姨 我又告诉她这件事情 她买了菜 这那个陪女友家吧 她做了一份饭 她亲手做的 那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又 又塌下来了 死的 没错 我去做了一份饭 当时其实去 去做饭 也没其他想法 她都能对这个 非常的感冒 所以说我也不能隐瞒 小心心理吧 当然这个隐瞒 是不应该的 试错了吧 方先生淡定的回应 和前女友往来的事情 一句我错了 说的是那么的轻飘飘 似乎在她的心里 认错成了一种形式 偏偏当时的李女士 相信男友是真心忏悔 看到男友 没有再和前女友联系 她以为可以松口气了 谁知 男友的这个前女友走了 另一个前女友又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